世界變得不同了 我的朋友是否堅持久了 我愛的人還在找對的人 宇宙人一首《那你》精湛演出 为台北最high新年程跨年晚会预热 记者会也公布当天演出卡四阵容 包括时下热门的Energy男团 韩国女团以及人气乐团 为跨年带来精彩表演 由其一开始看到 第一个卡丝就是宇宙人 大家知道去年 得了我们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掌声一下 然后我要说一下 虽然我们的年龄有点差距 但因为我以前到了教育上 他们很优秀 从年轻学生时代就很优秀 我还特别亲眼里 以前有了那个退伍那个军歌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那个非常 那时候就看到就注意到你们非常的有创意 然后一路看到有很多的创作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成为我们今天要来揭晓的 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卡丝 再来呢我想等一下会帮我们介绍 因为会有这次有韩国的女团 还会有非常强的男团 还会有一些组合的一些做 一些合作的创新的做法 等一下呢一一的再跟大家来揭晓 再来呢今年我们的主持呢 还需要是由非常活力十足的Lulu 配上我们的威拉 威风拉 威风拉叫威廉 还有丰田 跟我们的朵拉 就是由Lulu跟我们这三位威风拉一起 所以等一下呢会主持人会做更多的介绍 我们这次看跨年卡丝类除了我们身边的宇宙人之外呢 还有就是也是火红的一个Energy 然后还有Trash加胖胖团 以及我们的韩国女天团Apink 都会到我们跨年的现场一起共同的表演 为大家欢庆迎接跨年晚会 这个部分因为阿妹的雷斯大大巨蛋的室内场地 那我们跨年其实是室外 那都欢迎各个媒体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新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做跨局处的一个协调 跟主办单位就交通 还有相关的安全去做紧密的合作跟协调 务必请大家呢 能够快快来参加我们的跨年活动 然后平平安的回家 我觉得同时 今年真的对我们蛮有意义的 很期待表演 剧透就是蛮难浓缩的 因为我演唱会大概就两个快三小时 然后浓缩成一段表演的话 这我们回去还要再研究一下 我们应该会准备我们招牌快歌的一个主曲 对 然后到时候就表现给大家 观众局也精心规划系列活动 在十二月的四个周末举办多元主题周 包括怀旧复古 西洋经典 动漫应援 休闲元素 结合好吃好玩的市集活动与舞台表演 最后一个今年很不一样的地方 也跟大家先 记得要第一道年行事例 除了跨年的这个 我们最嗨的这个活动之外 我们从十二月七号开始 每一个周末 四个周末 在我们市政府的东南广场 就是有个台北的那个 大家很多人会在这边照相 可以看到101那个东南广场 每个周末都会有不同主题的市集 可以来听音乐 可以来看表演 还会有好的市集 所以欢迎大家 每个周末 再加上十二月三十一号 跨年到明年二年二五的一月一号 欢迎都在我市等附近 你都会找到很多的 你生活中的精彩 其实跨年晚会了 我们办了二十几年 我们一直希望带给大家一个 不同的一个新的体验 那所以每年我们都会求新求变 那今年特别除了是在 我们之后也会公布的多元舞台之外 我们在跨年前系里 做这个多元的市集 也希望就是在台北市 其实在年底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活动 那各区都非常的热闹 那在新一区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再加重 我们的一些跨年的氛围 所以我们每个周末日 都举办市集 那也希望市民朋友 除了就在新北 有耶旦城之外 我们台北也有一个跨年的 那个新年城的活动 能够希望大家一起到年底的时候 都来我们大台北地区 来一起欢庆 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节庆活动 今年台北最嗨新年城主持阵容 延续去年活力十足的 Lulu 黄鹿子音 搭档威廉 朵拉 丰田 将为整场跨年晚会 带来欢笑不间断 主视觉也由国际知名 华裔设计师 Daniel Wong操刀 展现台北满满国力 记者温君台北不到